我们前面讲到那个B主要的这个李中汤加贵枝对不对 其实啊李中汤本身的中医复诊 就是你啊 抠到你的肋骨这边还有这个地方会有一点压痛 就是复诊李中汤本身复诊就是在诊心脏部位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消化道跟这个心脏还是有连署关系的 那这个李中汤这样子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翻到后面这个最后一个帮酒痛完 那是用那个大热破泄的药呢 入到这个绝阴的这个膏肓区里面去把那些脏东西打出来的 当然这个比较猛 你用到八痘这个样子狼毒这些都厉害了 用无助于引进去 这个是走绝阴路前入膏肓打掉那些寒冷的东西的 那至于这个不用分ABCD的这个有一个悬腹花汤跟拌下麻黄丸对不对 这个呀悬腹花汤在金粿要略是分到什么 分到肝酌有寒气结在肝脏 不过肝酌的人呢他的特征是什么啊 是喜欢人家帮他胸部踩一踩 就是胸部喜欢人家按喜欢人家踩 我们前面好像哪里也交到类似的事情嘛是不是 那么那这个药理就不讲了 主要是他的症状就是喜欢人家踩 那你一个新酱你也买不到了 用什么桑白皮跟嵌草代替 那悬腹花要叫药局搅一搅 要没有苦味的才有效 有咸味的最有效 那如果又没有咸味又发苦的 那个悬腹花就不太有效 好那这个是以后讲到肝酌病会讲到 那半下麻烦完啊 他说你这个心脏不舒服的时候是心下剂 这个心下剂就是你心脏跳的时候啊 觉得下面好像那个胃啊 会跟心脏撞到一样 好像你这个底下在这样破破 心脏在下面撞到胃 你不如这样子想好了 就是心脏没事 可是心脏以下的所有脏都太肥了 所以挤到心了 那你就底下的脏全部吃减肥药吧 那还是这个调调 那底下的脏都减肥了 那心就有点空间可以动了 要其他脏让开的药就搬下麻烦完 那么这些这些心脏病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个 14-36的木房鸡汤 这个心脏病他说 这个人心脏病发作会怎么样 人很容易喘 脸色发黑 我们今天的心脏病木房鸡汤的很多 所以 这样子的话 经方里头啊 处理心脏病很有效的药方 就这样大概带过一遍啊 像这个前面我们说 结胸无大热啊 水结在胸热 其实水结在胸热这个病啊 木房鸡汤也是很有办法的 只是他的主阵是脸发黑 人发喘 那也是水结在胸热 而我们讲到大献胸汤啊 是头部有汗身上无汗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人是结胸 然后头也没有汗 身也没有汗 那是什么汤 石脚汤 连头都没有汗的 那是石脚汤 所以以后这样的几个方式 搭起来学习的话 有一些变化 不我们这样子的话 虽然没有介绍什么药味 跟细部的病基什么理解 其实以应用来讲 胸壁篇教完 方式就这么用吧 辩证点就这样子了 我以后要不要细教 我到今天也没办法推测 说不定真的 如果同学回家都用得顺了 那不细教也没关系了 所以今天因为 大小献胸汤的条文很无聊 所以就胸壁篇就赠送 这个要临床要运用 教到这样可以了 就这样 剪的话